今天穿的也特别的帅气干练吗 那么大家分享一下今天这些穿搭 今天我觉得是花色搭在一起 然后能穿出整体感 其实有的时候觉得花太多会容易扰乱视听 但我觉得往往是如果搭的好的话 即便是大花也可以穿出非常不一样的气场和气质 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一套超级花的很有特色的设计 那这一季的单位 你看前面的这一套 那这一季单位你最想跟大家推荐的是哪一款 因为我个人很喜欢包包 所以这一季的Winsling的系列我都超喜欢 那我听说今天现场还会有很多mini款的 因为这两年一直还是很流行 特别小的包包 很多女生都特别爱那种比较小尺寸的 所以等一下我要想去看一看 要不要收一只超mini的Winsling的包 你觉得我们这红色黑色和白色都是这样的金颜色吗 你觉得搭配这三个颜色平时会自己选择怎样造色和穿搭的吗 我觉得还是简约大气 然后比较适合我 我可能不太适合过于繁蕾的 即便是今天选择这样的花色也是非常整体的 所以所有流行的颜色或所有百搭的颜色 对我来讲我觉得还是要搭出很简约 然后很大气的感觉 那你知道其实冬天皮肤很干吗 你知道我有亲爱自己的皮肤保养特别的好 你是不是有没有一些小的角色可以跟他新生长 我最近其实特别热爱就是运动和泡澡 就是自己给自己会做 比如说皮肤的刮痧呀 然后经络的按摩 我觉得可能对于你的护肤品的吸收会更好 然后还有就是补水 补水是一年四季我都会去做的 然后在冬季的时候防晒也不能忘记 很多人觉得可能防晒是夏季的 但其实我觉得冬季的防晒非常重要 所以这几点掌握我相信会拥有好的皮肤基底 那接下来会不会有新的作品跟粉丝们见面 今年年好像明年吧 明年可能会有一到两部或者是三部的戏 会跟大家见面 然后现在正在拍的也是传家 是在航店 然后应该是明年或者后年年初跟大家见面 好 谢谢 这个影片卖给我 来 凡姐 我们看一下这边 好 谢谢 谢谢